好 回到2012年的葉善文 完全因你演唱會中的命運我操縱 2012年 即是他12年前 葉善文1961年出生 我認識他大約是8182年 當崩妹 那時20出頭 已經很冷靜 他是不是有些大隻呢 我想真人是fit的 上鏡比較大隻 在這個2012年的完全因你演唱會的時候 51歲 我看到謝老美網友說是否eatable 那我就覺得 如果那時候一定是eatable 怎會不eatable 除了衣服可能有些散 但也很fit的 因為那時候操得很厲害 甚至乎現在 成頭白髮了 那你用另一個角度 有沒有試過最受歡迎美歌手 就是這樣 是吧 我想 應該都要熱掛 我不用2012年 用現在來說 我覺得都是一多的 各位網友自己投票 我覺得都是一多的 一定會有二 但都是一多的 有些男人很容易 說來說去 何馬都吃得下 何馬就不會 何馬就不會 你說何馬有人做過年輕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都是吃得下的 年輕的時候 我說要逼你們的 老實說 我覺得大家都沒有搞清楚 是eatable 和你eat 是兩件事來的 你說如果現在 正常來說 首先你可以eat吧 別人給不給你eat 好了 當然要說一下波 昨晚我有看D組的賽事 我主要反而是看奧地利對 為甚麼呢 因為我回到家 直到收拾好東西 因為我回到家有個程序 我收拾好東西 袋子 衣服 明天要穿衣服 然後才洗澡 的時候 蹲了大便 蹲了一會兒 後來發覺 在公司的公司 起床的時候已經12點 幾分 一按app 在廁所裏面 1比0 我當然就變了看奧地利 結果就 幸好我看這場 好看 奧地利 我看了三場 其實 如果以表現 我說表現 不要說球星 他手名出線都合理 他打得好 他打得好 他第一場都不是差的 輸給法國那場 輸過烏龍波 我真的覺得 現在的手名出線 我剛才說 其實 有時候真的巧合 荷蘭 當然也想起碼追和 因為追和的手名 是不是手名也不重要 其實 雖然輸一場 雖然輸一場 不代表你奪標不了 但是現在我們看 那個 Talman 那個表 你就發覺 英格蘭今年 撿了一支好籤 真的很幸運 很幸運 但是如果 他繼續這樣表現 如果繼續這樣表現 他可以在16強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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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繼續這樣表現 但是 現在 我都在罵他 昨天收副機很慘 被人噓 被人 其實 我覺得 不是說 支持 我們也支持 但是 不是你普通踢得差 而是這隊球 你踢得差 為什麼會差過上屆世界盃 差過上屆歐洲國家盃 差過前屆世界盃 是完全沒有form 是你真的找不到 還是你硬要落散那十幾個 所謂的11人 最強的11人 而是協調不了 我們昨天說 好像湘德的話題 完全都不是 你是不知道他想怎樣踢 我沒有看 我看今早的片段 他也終於出一下 阿鵬 阿哥棟 他也有出 但是踢法度沒有改變 你也是 都是沒用 他的球員都落力了 但是你繼續是這樣 上屆我們想一下 上屆歐洲國家盃 上屆 一樣是薩卡 一樣是 坎尼 上屆反而有誰 曼城那個 一億 那個叫什麼 不是 斯特寧快點 加尼薯 有加尼薯 上屆也有 華尼斯 上屆是誰的中場 菲利斯 還有還有 利物浦隊長 天達臣 但是上屆的form是好很多 看出來的form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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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法國呢 就說1比1 和波蘭 那麽 那麽 是奧地利行投 如果呢 我們最開頭的時候想 一定你看個表 一定是放在第四位 摺尼斯特寧 現在是頭位 那麽藍麗克就退揚了 好了 Group C 0比0 0比0 就是 丹麥對 這個塞爾維 英格蘭對 斯洛文尼亞 都是0比0 那麽我說四場 我呢 轉了一場 那麽當然 我是沒有買的 所以 哎呀 差點了 我買了 我可能不覺得 荷蘭差點3比3 是啊 但是如果我買 我就不會買四川一的 如果我買到這麽四川 我一定是四川四的 那麽壞東西 就是 之而此類 這麽可能壞東西 起碼要收三寶 三寶 和那條四川一 已經很有肥 單口馬寶沒用 好了 我們看看表 看看 十三十四 現在英格蘭 這樣第1位 丹麥第2位 都看到了 斯洛文尼亞 應該都是出到線的 三分 應該出到 就是 好空風那里 是的 還有它是 政府球 政府球令 出到 好了 下一張 接著是D組 D組 老實說 奧地利 就走投 法國 因為昨天和了 5分 可蘭 4分 你真的猜不到 奧地利 你會排到頭 開頭 你還沒想到威過 在我 你不要說幾十年前 你在我認 開始看世界盃 我開始看世界盃 我唯一一次 對奧地利最大的 印象 就是1-8-2 他和西德打了一場默契 1-0 剛剛贏他 自己優利的 大哥 OK 好了 喂 但是這次真的打得好 你不可以說 變了這三隊出線 好了我們看看今晚兩張圖 今晚呢 真正 伊組 這個之前是猜不到的 4隊 3分 好了 不過伊組今晚好像是3點 3點還是 不是呀 今晚12點 12點 那就是 斯洛佛克對羅馬尼亞 OK 就是第3位對第1位 烏克蘭打比利時 即是說 其實4隊都有機會出事 是啊 你說 如果 大家 真是默契一點 那 4隊4分 第4個就和你死過了 是吧 那你 烏克蘭 上次之後 烏克蘭 沒有辦法的 你是第4名就算了 8分也沒有用的 是吧 烏克蘭 你這場呢 就是 比利時 那怎麼看都是比利時高一點的 我看了他們 真的有看他們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黑仔王 我真的不知道 都是比利時高一點的 但是 真的難不說的 這場球 羅馬尼亞對斯洛佛克 都是可以打的 這場球 所以今晚這一場 真的兩邊禁止了 我真的不敢猜了 你說如果要猜 羅馬尼亞入了3球 他會求和多一點的 因為他一定可以的 他會出線 是吧 求和多一點 一定要贏 但是有時候 這個世界上 貝城 貝城一戰就快點中 除非什麼 羅馬尼亞和斯洛佛克 對方勝負 是呀 如果不是很難搞的 所以很難猜的 所以這就是兩邊禁止了 今晚真的要 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永遠買下風的 荷羅馬尼亞和和杯 比利時 烏克蘭和和杯 好 你有沒有想到 和和杯 全部寫 好 今天我們看 最後一組 這組很有趣 葡萄牙 已經抽到位了 因為今晚輸100比0也好 他都是6分 而唯一能夠威脅到的土耳其 就算人100比0也好 都是6分 但是土耳其是輸過給葡萄牙的 上場的3比1 所以 葡萄牙已經 一定是首名了 無論如何都好 但是 土耳其是不是一定是簽名呢 又不是 土耳其今晚就打捷克 他的輸球 捷克就4分 所以這場是可以打的 但是捷克 他會不會 格洛加亞贏 葡萄牙 格洛加亞有權贏葡萄牙的 格洛加有權贏葡萄牙的 格洛加亞贏葡萄牙就4分 所以 我覺得土耳其和捷克那兩隊 都是 但是捷克真是差勁的 土耳其比他好 這場不知道 一場 格洛加亞贏葡萄牙就覺得很難贏得葡萄牙的 但是他又打得不是差 但是打得不是差也很難贏得葡萄牙的 但是如果捷克一定要贏什麼 所以貝城一戰 但是貝城一戰 對於土耳其打 他就打回防犯 對於他打 所以我會覺得 葡萄牙都是小勝的 因為有斯朗在 斗子 我不是說是技術 斗子一流 上次那個波 單刀橫傳 以他來說 他其實都九成九入 是啊 沒有啊 你看 托沙特 市議論到 有單刀橫傳 底線前底 不是啊 斯朗那單刀橫傳會被人入 單刀橫傳會被人入 我也不明白 托沙特 阿仙圖都是兩個人來的 底線前 都橫傳 不是啊 昨天 澳地利 有一球 林美亞一球 習偉 越偉 是呀 嘩 真是很厲害的 他們的組織和那些射門 可能已經贏了三比二 嘩 就是在這個細緯 習偉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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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 我都是買 去時人格勒吉亞 波膽 如果給了波膽就難一點 2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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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一點 好意其呢 你知不知我 我扣仔 我朋友 那天買 波膽過關 買五刀的東西 欠了一球什麼呀 就是欠了一球 說 荷蘭 入了 法國 不是 粗糧了嗎 是呀 欠了一球 他成幾東西嘛 我們算是五刀的東西 我就 我最想贊成人家賭這些 就是五萬元買 是 雖然你波膽 就是單頭嘛 一條過 波膽過關 幾關 2、3關 吹走壯皮 不是呀 還有說 那個我覺得是有得爭議的 雖然我給我 我也覺得 我也會判他 紮虎的 但是有得爭議的 你昨天學了 我都不知道球證 看什麼東西 幸好有VAR 就是 吊起老婆 完全 是好有型 吊起老婆 一紅 一挑 是吧 好了 哇 土耳其 對捷克真難說 哪裏贏 分不分到隊勝負 捷克 贏 但是土耳其 捷克又打得很一般的 但是土耳其又不是那麼好 土耳其第一場贏 又不是打得那麼好 真的很難說 和和杯 和和杯 再和和杯 好 那和和杯 當然是捷克出局 沒辦法了 是不是 現在今年也不是很強 你猜就是真 還是當年 什麼真 什麼真高拿 又什麼 那時候很厲害 李麥浦那個 他叫什麼 李維德 不是李維德 李維德 是祖雲達師 李麥浦 斯米沙 另外一個 斯米沙 OK 另外一個 佩家 佩家 對 那個真是前鋒 挺好的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進軍表 現在又出來了 看一下 你看看 我們來看左手邊 上線 西伯瓦德國 丹麥 葡萄牙 法國 就算 伊祖次名 OK 伊祖次名是什麼 隨時就是 比利時 羅馬力 你過到那裡 跟著葡萄牙 就對ABC組的第三名 那些就弱點了 就是你會對葡萄牙 我說大件事了 丹麥對德國 丹麥我覺得是上了力 你德國應該都高一點 就主場 但是不是贏中 難說 不差 不差的 西班牙 還要踢ADEF組的第三名 事實上一隊的第三名 照計應該都OK的 怎麼都是第三名 但是那邊 就真的很過癮 你英格蘭 除了奧地利 全部都差你 是吧 你就算意大利 瑞士OK 不是啊 我想說 你以為意大利 瑞士是好簽嗎 如果你問我以波論波 不要說明氣 我覺得他16強都未必過得到 瑞士這一關 好硬正啊 瑞士不差 硬正啊 那英格蘭呢 DF第三名 你真是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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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裡去荷蘭 荷蘭D組 機會有的 但是要看他們怎樣排 你始終今晚出來才知道 你這些分數嘛 對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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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真我 你願意球員質素 他都未必輸給你 是啊 海軍鬥水兵的嘛 是啊 今天荷蘭很差我 是啊 是輸的 是嗎 不過 如果你過了這一關 你就差你差不多四腳 但是瑞士是否容易過呢 你真是這麼說 但是你怎麼都比那邊好 你想想葡萄牙德國 西班牙法國 是嗎 是吧 法國就不知道 是不是 你兩位 好了 那奧地利會否再進多一級呢 F組次名 在那裡結賽 F組次名不是啊 如果用他初賽 F組次名不是什麼 土耳其或者哲克 是啊 或者哲克 也有機會是烏克蘭的 有的 有沒有 不是F組 烏克蘭的E組 先看看 烏克蘭 先看看這個F組 土耳其哲克 F組 如果F組 第幾名是說要 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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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土耳其哲克啊 格洛吉亞沒有機會呢 上去 也有的 也有的 先教一下 4分 不行 他對賽成績不夠什麼 他也是葡萄牙4分 土耳其對哲克 如果和的 大家4分 和就他就不夠土耳其 如果捷克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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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對格洛吉亞呢 哪隊贏呢 好像和和 那就是德塞球 德塞球 德塞球 他贏 那邊 他贏 對呀 對呀 OK 我回來 那麼 奧地利到F組 次名 真是捷克 如果用表現體呢 用表現體都是奧地利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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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呢 就是你只是 對呀 下坏了 打死了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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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了 對呀 對呀 不是呀 但是你想想 西班牙對德國的八強那場 葡萄牙對法國你不是贏硬的 沒有一隊說是贏硬的 是啊 對呀 如果要把全打好 如果問我就這樣看 不是想法國之外 就這樣看 葡萄牙的人也有人要發覺 如果這樣算 如果用過頭幾場表現 大波始終是長長過了 現在有沒有人覺得 如果普巴在這裏是否會好些呢 也不會普巴在這裏 很多人說不知是什麽 今晚看完 去休息一下 去抽英格蘭的荷蘭 去抽他就是臨美 他的表界有 但我剛才說荷蘭對英格蘭的機會都大 是大的 荷蘭會在第二面的機會是大 在德國那裏 但荷蘭亦都有機會在西馬裏那裏 ADEF組第三名 去D組 但如果匈牙利出不了線 即是A和B組出不了線 C組第三名就一定會去圖導 那荷蘭就會在第二面 在甲蘭裏 Anyway 踢完今晚便馬上知道 好 先問一下廣告 我們上次講過 那些這樣的 這個叫做Collagen 即是什麽 不是 不是淡故事 Collagen 是Collagen 即是 會令到你骨膠圓 補充 其實是皮膚 骨膠的 金石 即是糖 一天吃兩顆 記住 兩顆 軟糖是很好吃的 吃多 有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不過你吸收不到 我上網看過了 大概 都是賣我這樣的價錢 十多元美金 有些是很誇張的 EB賣到二十幾元美金 不過我就不是了 我均一格 99元 非常值得 最主要好吃 這個就是Collagen的完美 下一張 下一張 另外 Collagen 還有一個 也是Collagen 這張 是 Apple Cider 大家看到嗎 其實就是等於我們 醋 類似的濕透盲蠻 有些 薑 沒有酸 最主要是減肥 一天兩顆 好 再去 另外我手上 這隻 是膽固醇 血管 最主要是膽固醇 都是一日兩粒,這個真的很好吃,原糖是糖味的,我們上次吃過了 最後,我們不斷有新的東西,最後這個就是出眾頭髮生長的濕嫖紋 我覺得最棒的是,你們不喜歡吃藥,又喝水又吃,這些是你平時可以吃的 剩下我們頭髮生長的,99元,我們建議全部都是吃兩粒 但是很難的,因為它很好吃,你很容易就這樣吃 一次兩粒,兩次每次一粒也好,剛才這麼有趣的樣子 剛才你收不收到我的WhatsApp? 我們播出來,一個WhatsApp有些網友的,其實這個網友是看風水的幫人,叫阿豪 他現在在家吃金歐茨魚翅拌飯,我覺得他真的很難切 金歐茨拌飯不是這樣,不是這樣找個碗,如果我金歐茨拌飯,我找個湯碗 買了兩個,然後一碗飯丟進去,滾好一次,一碗拌下去,這些是平常的 我吃到不吃的,當然大家可以嘗嘗 其實呢,現在我就推薦我們的花膠湯,很久了,和我們的海螺湯 不過最近天時暑熱,那些人就沒什麼興趣喝這個湯了 我先回來說一個,非洲小島,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